今天我们忙了一整天 终于是打包都差不多了 明天呢就把打包好了的就搬走 其他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呢 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再拿过去 今天我们也没有煮饭 我们今天去那个中国自助餐那边打包回来的菜 吃饭的时候我们在聊 就是我有很多衣服都是新的 还没有拆掉牌都没有在穿 买了很多然后就很早在穿 于是我就在饭桌上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大概是发生在2002年的样子 我以前在深圳买的房子是宝丽路的宝丽院 那个时候我刚刚停了我的小视频批发生意 也正是那个年所理发店刚刚兴起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年所理发店是有搞头的 所以我就在那个百合路上面 就是百合酒店后面有一家店里面呢 我就做习食 当时呢里面有个小主管19岁 人长得蛮漂亮的就是有点胖 嘴巴非常的甜 每天都叫我大姐大姐 然后我就是笑眯眯的跟我讲话的时候 反正就是觉得他人很好 我也不是说他们是中国人吗 但是我们被连续到对于那些年轻人 但是自然间在家的家庭上 就在家庭上去 但是如果我说出现了 我认为他们在家庭上 我认为他们在家庭上 或者他们在家庭上 然后他们在家庭上 所以他们在家庭上 他们在家庭上 然后在家庭上 在家庭上 I have a lot, I have a lot of new clothes, don't worry yet It's normal Women usually just like to buy, not really like to wear You're not normal woman I guess some stuff is normal I have a lot of new clothes 什么事情呢 因为这个小经理 他已经在这个连锁店 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所以相对来说呢 他的工资是比较高的 但是其他的小学员 他们刚刚出来 才没有多久 所以呢 就是也没有钱 可能自己本身家庭条件 也一般般 或者是真的很差 有一个呢 就是最小的 个子也小小的 人也小小的 然后呢 是广西那边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姑娘 因为她天天都是笑咪咪的 大姐大姐 然后而且她就是很自信 虽然是在别人看来 她就是真的那种丑小孩 但是她就是很自信 很活泼 非常的讨人喜欢 我记得当时 她就只有两身衣服 然后其他的女孩子 其实也没有什么衣服 可以穿 那个时候刚好转凉了嘛 我不记得那一天 具体我是带了几个人回家 反正我记得有四个 就是最小的 就是这一个16岁 还有一个是17岁的 那个老板的表妹 还有一个是18岁的 一个四川的一个小姑娘 另外一个是22岁的 一个贵州的小姑娘 其他的人我就不记得了 因为当时天气转凉了 然后他们又刚刚开始工作 根本就没有钱买衣服 16岁 17岁 18岁 那三个姑娘 我知道他们的家庭 条件都很差 但是那个22岁的小姑娘 我就不太了解她了 我当时呢 本来是只带他们三个回去的 但是那个22岁的小姑娘 刚好走过来 然后我就不好意思说 叫她不要去 所以就一起去了 去之前呢 我也没有跟他们说 是去哪里 我只是说 带他们去玩 就一直到了我家里以后 我才把衣柜打开 我跟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没有衣服穿 你们看喜欢哪一件 你们随便要拿多少都可以 因为我有三大柜子的衣服 我自己根本也穿不完 带你们来 主要是想说 你们可以在这边 先试穿一下 可以的话 你就拿走 你自己只要喜欢 你随便哪一件 你都可以拿 然后那个16岁的小姑娘 她就很开心 她毫不客气的 我可以要这件吗 我可以要这件吗 就她拿的比较多 那个17岁的 和那个18岁的 也拿了几件 那个22岁的姑娘 她比较会挑 她挑的是那些 比较显身材 然后呢 又很时尚 然后又很清爽的一些衣服 她也挑了好几件 这个姑娘回去以后 她就跟那个小经理 讲了很多很多 我的坏话 然后他们两个私底下 就默默地 把我给恨上了 我也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到后来我才知道 就是人家跟我说 其实那个小经理 她根本压根儿 就不喜欢我 她一开始就以为 我是那种 在外面混了很多年 还一无所有的人 所以压根儿 就看不起我 还跟我说 她之所以跟我掏近乎 就是为了想要在我那里 掏更多的信息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 就是可以奚落我的语言 或者是利器之类的吧 就是看我有没有 小辫子可以抓吧 那个22岁的小姑娘 我对她实在是不了解 所以我也不知道 她恨我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我完全不了解 因为当时本来 也没有预备她的 她跟我去了 衣服也拿了 而且她拿的是 最好的衣服 她怎么反而恨上我了呢 这件事情以后 我就觉得 这个里面怎么 就这么一只小屁还 怎么水还那么深 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到现在的话 除了那个16岁的小姑娘 还有另外一个 梅州的女孩子 跟我在联系 我跟梅州的这个女孩子 后来就是成了 很好的朋友 那个16岁广西的小女孩 她后来去了浙江 现在开了一个家具店 我们也经常联系 我跟她讲完 这个小故事以后 我们就坐下来 休息一会儿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评论区 结果我发现了一个 跟那个小经理 一模一样的人 我前两天不是夸 关注我的男粉丝 都是好男人 好男孩吗 结果还全被 这个家伙给骂了 最迷惑的是 她下面回的那一句话 我这不是刚跟我老公 讲完那个故事吗 然后我在给她翻译 这条评论的时候 她来了一句 该不会这一个 就是原来那个小经理吧 我倒是觉得 这种评论区的迷惑行 我真的很成独秀 秀儿是你吗 你怎么可以这么优秀 凭空就可以把我想象的 那么惨 幸好我的生活 我的人生 不是好别人的想象出来的 要不然我过得也太惨了 下面这位粉丝的回复 真的是太有智慧了 傻狮子 哈样的 我就喜欢你这种回复 大家想要看我的孩子们 所以我只给你们看一下 他们小时候的照片 这个是我大女儿小时候 穿的是当时 国内买不到的品牌 我这么说 就是想告诉某些人 在你眼里所谓的 像样的衣服 像样的包 早都是解决不完了的 更有人想要看我年轻时的照片 这个是17岁 这个是18岁 再早都没有 这个是19岁 在澳门拍的 这个是20岁 在珠海拍的 这个时候应该是24岁 这个时候是25岁 这个时候是30岁 31岁的样子 这一张就是当时王子给我拍的 这是唯一一张 我父亲帮我拍的照片 这是我们母女三个 大女儿和小女儿 小女儿刚刚生下来的时候 还在医院 我闺蜜打电话给我 说小孩子长得怎么样 我说何丑了 丑死了 结果越长越漂亮 半岁了 这个时候 一岁了 我们自己会用筷子吃饭了 一岁半了 会用妈妈的化妆品了 开始懂得臭美了 每天搬一千个角色 一下子是白雪公主 一下子是男猫 这个时候两岁了 喜欢跳舞 这个时候三岁了 喜欢游泳 天天去河边玩 每次一下水 就不愿意上来 天天都要游到很晚 这个时候八岁了 今天就喜欢这么多吧 我游泳 我游泳 我游泳